二换一交易崔永熙 郭世强两举动忍无可忍 广州南兰更麻烦的在后面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九 中所周知广州南兰培养了李延哲五年 而李延哲呢也在本赛季刚刚展露头角 可以交出场均十加六的数据 可是广州南兰竟然是毫无预警 直接将他卖给了新疆南兰 紧跟着不久 有媒体人爆料 广州南兰又做出了令人惊讶的举动 那就是再次决定卖掉球队的核心崔永熙 据悉该豪门球队同样效仿新疆南兰 可以交出让广州南兰难以拒绝的数字 并且据悉呢是一笔二换一的交易 对于广州队来说 卖掉两个王牌球员 球队可以度过艰难困境 但与此同时有了钱 没了球员又有什么意义呢 只是再次延长了球队的建设历程而已 然而这对于偶心力学 打造广州南兰的主教练郭世强来说呢 实在是打击太大了 过于残忍 郭世强采访时呢 更是忍无可忍做出了两个举动 一个是他表示自己只能保留意见 因为无权做球员的决定 二是表示自己没有外援 是独臂作战 现如今是接连另一只胳膊也没有了 接下来只能用脚打球 严与坚已经是对高层管理 非常不满的嘲讽 看来老叔真的是气得勾呛 而广州南兰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 眼下虽然是渡过了难关 但如果真的伤了老叔 那老叔走了 广州队可真的是损失惨重了 大家觉得呢 欢迎篇来去留言 这期视频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